小三 恭喜你 看着全身笼罩在海神神装之中的唐三 戴木白甚至有一些距离感 毕竟从实力上来看 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你们干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不认识我了吗 唐三笑 我早就说过 神这个称号 不过是人力达到一定程度后所产生的 神也依旧是人 只不过是更加强大的人而已 如果说人是借用大自然的力量 开发自身的潜力 那么神就是掌控一切 你们的年纪都跟我差不多 也同样是人类中的天才 或许用不了多久 你们也会和我一样 来到这个领域之中 你们也看到了我传承的过程 也听到了我和海神大人的交谈 身为一名神 他过得似乎还没有我们人类幸福 我永远是史莱克七怪中的唐三 你们也永远是我的兄弟姐妹 马红俊长出一口气 太好了太好了 三哥还是三哥 我还以为三哥成身之后 就会给人以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呢 我怎么没有觉得 就算三哥真的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 也不会是对我们 这一下 我们再也不用怕五魂殿了 我们有三哥坐镇 那个千人雪还算什么呀 其实对付五魂殿 你们才是主力 可不是我 我们是主力 三你没搞错吧 说什么呢 当然是你们了 难道还是我不成 没错 我已经成为了海神 但五魂殿那边 也有天使之神千人雪在 刚才他已经在向我发出挑战了 等到了战场上 我和他这一战 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就算我能够战胜他 恐怕也影响不了战场上的大局 真正能够改变战场上局面的 应该是你们才对 你们现在的魂力 应该都已经到了瓶颈了吧 那你们还等什么 难道你们不想赶快 到达人类的巅峰 进入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 封号斗罗集吗 别忘了 点赞关注评论哦